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鬼之间》 影片一开场,正在看高雅音乐会的小白脸做了一个噩梦 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境界低还装逼,早晚都在被雷劈 被噩梦吓尿的小白脸走出剧场之后来到了楼梯侯 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旁边搭着一件质地不错的西装 而且这兜里似乎还鼓鼓囊囊 对于一个还在上大学的穷表司来说 这简直就像开房遇见泛导爱,这幸福来的太意外 但小白脸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思来想去,最后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自己不接受的话,那说明信仰还不够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这孙子拿起西装就开溜了 小白脸回到家之后,这屋子里就开始闹鬼 还是那些传统的套路,先停电后闹猫 不一会儿就把小白脸折腾了血压膏了 紧接着镜头一转,作为医学院教授的面谈书 刚好从一场噩梦中醒来 他老婆冷淡姐说老公啊,你可不能再当工作狂了 你知不知道咱俩有多久没通房了 要是再这么憋下去的话,我早晚得红杏出了牆 转场之后,面谈书在办公室正在教训自己的手下毛蛋哥 由于学生们在上解剖课的时候调皮捣蛋 把面谈书气得是一阵阵的干颤 面谈书说你呀能干就干,不能干的赶快给我滚蛋 毛蛋哥胸有成竹的说大哥你别着急啊 你跟大兄妹开车这事啊,我跟谁都没有提 面谈书一听就是一惊啊 意识到这孙子是在给自己敲警钟了 到了晚上,小白脸的姐姐大兄妹出现了 由于这大兄妹长得貌美如花啊 于是便成了一位有妇之妇的小三儿 而这套房子呢,正是那位有妇之妇给自己设的新宫 这哥们啊,隔三差五啊就会过来跟大兄妹封一封 当小白脸正在帮大兄妹做饭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幻觉 小白脸禁不住当下一晃 一不留神的把自己的初恋给破了相了 转场之后,小白脸来到了医院 正在接受毛蛋哥的诊断 毛蛋哥说我发现你逻辑混乱表情僵硬 似乎是精神有些不稳定 小白脸说可能是最近飞机打的比较多 所以这整个人呢,看上去有点虚拖 我一不磕药,二不约炮 从心灵到肉体都干干净净的 怎么可能得精神病啊 经过简单的测试之后啊 毛蛋哥说你知不知道天天打飞机容易得肾虚啊 而且这视力也会随着降低 小白脸说这确实是一个坏毛病 可您怎么也带着精神性啊 毛蛋哥说你甭跟我出来劲啊 现在说的是你的事 随后,毛蛋哥把协有心理医生冷淡姐电话的名片递给了小白脸 毛蛋哥说你的问题确实挺严重的 有时间的话让冷淡姐帮你看看病 到了晚上,小白脸再次做了那个肢解尸体的梦中梦 第一层梦醒之后啊 他不仅看到一个婴儿在满地旁 而且还差点啊被女鬼给那个傻了 为了不被女鬼给破了处啊 小白脸是拼命的护褥自己的情绪内裤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 这是他的第二层梦 而且还差点要了他姐姐的命 大眼没说弟弟啊 你这病确实是不轻啊 赶快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转场之后 小白脸来到了冷淡姐的心理人所 两人一见面 冷淡姐吓得就是一阵房颤的 浑身哆嗦个不停就跟过了电视 小白脸说 我最近总做一个女人被肢解的噩梦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精神病啊 接下来啊 冷淡姐为小白脸做了测试 小白脸说 我还经常梦到一个叫大兄妹的女人 一直在威胁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冷淡姐说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啊 你有没有精神病 现在还不一定了 到了晚上 小白脸的噩梦是一个接一个 而且这些场景啊 似乎她还都经历过 转场之后 冷淡姐来到了医学院 准备拜访一下小白脸所说的大兄妹 经过跟大兄妹的助教 龙套妹的交谈 冷淡姐得知 原来这个大兄妹啊 是这所学院的心理治疗 和精神病学的课作教授 她最拿手的就是给人催眠 龙套妹说 学生们呢 都把这大兄妹称作巫婆 因为她曾经在上课的时候啊 给一位不听话的女学生催眠 之所以能在这当教授啊 主要因为是你老公推荐 冷淡姐一听 这心里就是一动 女人的直觉搞的 面探书和大兄妹之间呢 肯定不干净 冷淡姐说 我能见见这个大兄妹吗 龙套妹说 大兄妹已经人间蒸发了 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转场之后 当龙套妹正准备下班的时候 一只黑猫突然从她面前一晃不见了 接下来呀 又是恐怖片老一套 只要是大半夜的招猫凳 这人呢准备跟着洋往一走 果不其然的 随着鬼的出现 龙套妹很快就玩了蛋 晚上吃饭的时候 冷淡姐说 你跟那大兄妹什么情况啊 面探书说 我跟她呀 纯粹是业务上的签索 你可千万别想那么多啊 第二天的一早 冷淡姐便看到了 关于龙套妹被杀的新闻 转场之后 冷淡姐找到了毛蛋哥 说我跟龙套妹这刚谈过话 她就嗝了屁了 这里边啊 一定有猫腻 你跟我老公的关系那么铁 她和大兄妹之间 有没有坚情 你应该最了解 大兄妹就是不同意 冷淡姐说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啊 毛蛋哥说 这事只有龙套妹和我知道 现如今龙套妹已经领了便当了 只要我不说啊 这件事永远不会被曝光 毛蛋哥这边刚送走冷淡姐 小白脸就出现了 小白脸说 大兄妹的事 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胡说八道 不然的话 你跟龙套妹一样 也会被人给干掉 了解了情况的冷淡姐回到家之后啊 就没给面探书好脸色 面探书说 老婆呀 你回家之后连放了好几个屁 是不是又便秘了 冷淡姐说 这跟便秘没关系 我这憋了一肚子的气 我能不放屁吗 怪不得你半年不交地啊 原来却跟大兄妹搞外遇了 面探书说 亲爱的你别生气啊 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大兄妹已经领了盒饭了 所有的事情彻底叶效运散 转场之后 当毛蛋哥正在职业班的时候 随着那只象征着死亡的黑猫的出现 毛蛋哥很快就领了盒饭了 当冷淡姐来到案发现场的时候 警察递给了他一张名片 说这张名片啊 就是拿着这张名片去找他看的病 而这个时候小白脸啊 也有了重大发现 他不仅在密室里啊 捡到了一枚戒指 而且还在焚烧物品的桶里啊 发现了大兄妹 用来威胁面探书的验照 转场之后 小白脸来到了冷淡姐的家里 当他正四处瞎悬磨的时候 冷淡姐黑着脸出现了 小白脸说 大姐啊 你老公不仅是一个大混蛋 还是一杀人犯 因为大兄妹一直纠缠他呀 所以他就把大兄妹杀了 而且为了防止别人知道啊 他还把龙套妹和毛蛋都给干掉了 冷淡姐递给小白脸一张卡片说啊 其实小白脸早就出车祸挂掉了 你要是不信呢 去太平间看看就知道了 当小白脸拉出停尸柜的时候 惊艳的一幕出现了 原来啊 跟面探书胡搞的大兄妹啊 正是小白脸的姐姐 当大兄妹喝下面探书 给自己下的毒药之后啊 临死前利用自己的催眠术 将面探书的精神呢 拽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面探书在肢解大兄妹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呢 大兄妹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 受到巨大精神刺激的面探书啊 因此产生了多重人格分裂 他分裂出的第一个人格啊 就是小白脸 然后又分裂出了小白脸的姐姐大眼妹 而在大兄妹魔法般的催眠术的蛊惑下 面探书不断在幻觉和噩梦中啊 一次又一次的见到了 已经变成鬼的大兄妹 从而导致他的精神呢 是越来越崩溃 当面探书从法庭回精神病院的途中 大兄妹的催眠术啊 再次导致面探书出现了幻觉 影片的最后 为了让面探书遭受更大的痛苦 大兄妹的鬼魂将正在做手术的面探书 从催眠中唤醒了 哎呀 这用心之良苦 看着之解气 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汤匙压经吧 作为男人要自律 婚后不要有外遇 玩弄感情遭暴影 活该你压根儿的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